0.16秒有多短,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 但为了这短短的0.16秒,苏炳天用了6年时间 在冬季奥运会半截赛上,以9秒83的成绩创造了下车记录 苏炳天为什么能跑这么快,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这是100米赛道,运动员分成起跑、加速跑、途中跑、冲刺四个阶段完成 从起跑开始,每一步都有后蹬、腾空、前摆构成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身体配合做到极致 但没有人天生就能做到极致 在跑近10秒以前,苏炳天的起跑姿势限制了他的速度 以前他一直左脚起跑,但在一个测试中 外脚在苏炳天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推了他一下 神经自然的反应使他先买出了右脚 于是2014年,苏炳天完成起跑脚的技术转换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就像用了十多年鞋子的手换成了另一只手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并且因步幅变小,苏炳天需要48步才能跑完全程 比之前还多了一步 身高使苏炳天的步幅有先天的限制 和1米96的博尔特相比,他要多跑6步 和队友张培蒙相比,他也需要多跑4步 转换起跑脚,看似让他处于劣势 为何还要换? 苏炳天认为,更换后的姿势使自己更加舒展 加快了起跑登离速度 调整后,苏炳天的起跑腾空时间延长了0.013秒 起跑步长增加0.07米 速度反而提升了每秒0.592米 起跑后迎来加速 这是苏炳天的优势 他不平高,下枝力量强,登力大 反应速度超快 在短跑界一向有前30米偏下无敌的赞誉 正常情况下,苏炳天白米起跑反应平均在0.15秒以内 0.15秒有多厉害 我们来和博尔特对比一下 2009年,博尔特创下9秒58的白米世界纪录 12年来无人能破 当时,他的白米起跑反应在0.146秒 2017年,博尔特伦敦市比赛的白米起跑反应为0.183秒 想脚之下,苏炳天前30米更胜一筹 但是,前30米依靠超高步频带来的优势 在后70米就会逐渐变成劣势 并且,苏炳天起跑前7步还存在步长偏小的问题 怎么办? 苏炳天加入了不同距离和不同阻力的加速训练 以提高加速 随着阻力和重量减小 苏炳天前7、8步的步长逐渐变大 为了保持更高的速度 苏炳天还会接受固定兼具、小篮架跑动等训练 100米的距离虽然明确划分了4个阶段 但仅10秒左右的时间里 在哪个时间点给身体换挡仍然是个问题 这需要呼吸节奏的配合 苏炳天划分出百米中不同分段的任务和换气时机 并练习掌控节奏 当今训练早已不是练得越苦成绩越好的思路 苏炳天在论文中分析 训练前教练会以仪器评测结果和苏炳天的主观感受为依据 在避免损伤和过度训练前提下 尽量获得更多的训练效益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接触不到专业的仪器辅助训练 但是仍然有一些软件可以帮助科学训练 比如苹果开发的篮球陪练软件HomeCourt 中国科技公司小叶子研发的智能钢琴陪练APP 以帮助上百万篮球和钢琴爱好者进行专业训练 除了科学训练理念 苏炳天也一直很小心看护自己的身体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在外面吃东西 也不追求大运动量的训练 每晚十点准时关手机睡觉 从26岁到32岁 六年时间里 年龄增长 伤病困扰 换脚后成绩下滑 苏炳天曾一度迷茫 但在本该退役的时候 他战胜了年龄 超越了自己 冲破了极限 新京报董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